事發在當地時間星期天早上9點半左右 一架汽車駛至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國會大樓前 其中一人迅速下車並走到大樓前將炸彈引爆 而另一個人就留在街上 隨後與警方爆發槍戰被當地警方擊斃 土耳其內政部長阿里耶利卡亞在社交平臺表示 有兩名恐怖分子駕駛一輛輕營貨車來到國會大廈大門前 並進行炸彈襲擊 他指一名恐怖分子在爆炸中死亡 另一人則被當局開槍殺死 另外事件造成兩名警員輕傷 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則表示 這次襲擊是對土耳其人造成恐怖的最新嘗試 他直接威脅公民和平與安全的人 並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 也永遠不會實現他們的目標